林依晨出道多年,外型甜美又拥有精湛演技 让她受到很多粉丝的喜爱,尤其高EQ的个性 更拥有林富贫女神的封号 日前有网友到她弟弟林盛为开设的餐厅用餐 离开的时候被店员叫住 说是店里有活动,要送一份小礼物给大家 没想到回家一打开,竟然被暖哭了 据Either Day报道,林依晨拥有林富贫女神的封号 多年来对于外界评论的高EQ回应 还有私底下默默行善的个性,受到很多粉丝好评 她弟弟林盛为在小巨蛋经营意大利式餐厅 日前有民众到现场用餐 结账时店员送上一个不小的礼物 里面装的东西,让大家感动不已 据三立新闻网报道,民众表示 从店员那边拿到一个小礼物,看上去还不小包 以为是公司在做什么促销活动,结果回家一打开 竟然发现里面装着的,是中华民国自闭症总会新儿工房的牛炸堂 直觉是餐厅和公益活动合作 但是上网看了脸书资讯,却一点消息都没有 民众表示,看得出来是老板默默行善,大赞 这是名服其实的为善不遇人知 自闭症若是团体新儿工房的社工也出面证实 林盛为的餐厅这次订购了300包,一包售价150元 去年也有大量帮助他们的购买记录,相当感谢 林盛为也坦言,的确是自掏腰包买了牛炸堂 过去6年来,也常常购买各种弱势团体的商品 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对方 原本只希望低调形势,没想到有民众向媒体曝光 不过也表示接下来会继续帮助大家 消息曝光后,让网友大赞 跟姐姐一样都是暖心的人啊 真的很棒,这样默默行善,姐弟俩都是活菩萨 真的太赞了 姐弟俩根本都是佛心 林盛为知道消息曝光后,也笑说 有需要我都会给予帮助,因为就我们有能力了嘛 既然有能力就该回馈社会呀 真的很佛心呢 姐弟俩又有外形心的又善良 真的是男生的